巴巴瓦特斯最自豪的采访记录之一是1972年 跟随尼克森总统前往中国大陆进行首次的破冰之旅 当时随行采访的电视剧当中 就只有她是那么一位唯一的女性 为什么我们谈到这段尼克森呢 因为如今尼克森这件事情又被中国大陆媒体重新提到 尼克森当年访问中国大陆令很多人感到非常的惊讶 因为他过去记录都是反共保守 他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呢 但也从此敲开了美国外交的一个新的局面 如今印度即将有一位新总理 而中国大陆媒体就把尼克森的封号送给这位新总理 希望他做印度未来的尼克森 他是谁呢 他就是即将在星期一26号就职的印度的新总理莫迪 莫迪是重视经济重视实际效益的人 中国大陆希望他能够改变过去印度老是 要对中国大陆满怀戒心的那种政治心态 希望多跟他交往 多希望跟中国跟印度拉近友谊 来对抗美国在亚洲的这种势力 莫迪究竟会怎么做呢 外界都在等待他的答案 其实他过去还来过台湾招商呢 他的确是一位重视实际效率的一位新的政治领袖 他未来有五年的时间来证实他的能力 不过今天我们要谈的最主要还是 为什么这次他会当选 为什么他所领导的党能够赢得大胜 最主要有一个因素 跟你想象不到的因素有关 是印度的整个的洋葱 洋葱跟政治挂上关系 他也只有印度这个国家才办得到 印度人非常喜欢吃洋葱 几乎很多食物少不了洋葱这配料 但是洋葱在过去以来 尤其在目前的这个落败的执政党统治期间 洋葱的价格是不断的上涨 甚至一个月之内曾经上涨的超过了三倍以上的记录 原因是什么呢 政府解释是因为天上老天也不帮忙 下雨太多 但民众都知道这是胡说八道 最主要是人魔不脏 洋葱涨价的问题显示了印度政府 在经济效率以及行政效率上面充满了问题 因此民众最后把反对票投给他们 因此有人说光看洋葱价格 就知道印度的政治最后会落在谁家 莫迪是靠洋葱得胜的吗 当然并不见得 但洋葱的涨价的确显示了 目前执政党的落败原因 也告诉我们这个国家农业是多么的重要 也告诉我们人民对于物价是多么的敏感 放鞭炮 忘情跳舞 印度人民兴奋的程度就像在过节一样 因为他们深信好日子就要来了 而这一切全都来自于当地刮起的莫迪旋风 比出胜利首饰白发白胡 已经64岁的纳伦·德拉·莫迪 5月16号成为有有超过12亿人口的 印度新任总理 真的是创记录 这次投票花了36天却在开票不到三小时 原本执政的国大党就宣布败选 而代表人民党参选的莫迪 则是选择在推特上宣布胜利 他用英文写下印度赢了 其实他自己赢的更风光 投票率66.38% 创下30年来的新高 而人民党更在议会543席位中拿下过半 但这也是30年来没出现过的大胜 然而最大的一面在于他的对手 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我希望新政府最好 44岁的拉乎尔甘地 正是这一次已经在印度执政十年的国大党 推出的帅格牌 是乃勇护还会偷摸他一把 而他的背景更是响叮当 是印度第一家族甘地王朝的接班人 他的父亲奶奶都当过总理 只是这一切并没有替这个明星人物加分 原因除了印度人早已厌倦了世袭政治 贪污腐败 更大的因素就是经济 而其中一个指标 竟然和食材洋葱有关 印度料理在许多人的印象中 香料是灵魂之一 但别小看它 餐厅不能少了洋葱 而印度的家家户户 多的是一个礼拜就要用到一公斤的洋葱 当然不 但再怎么不情愿 早就有许多人吃的印度菜 已经少了洋葱这一味 因为实在吃不起洋葱价格在印度 这几年根本是年年涨 2011年年增幅就达到百分之八十二 到了2013年更惨 光是一个月涨幅可以到百分之三百 洋葱昂贵到上不了餐桌 印度的今日热选频道 就制作这个讽刺的动画 要买洋葱吗 已经无法买一颗 而是能切多小就切多小 根本把它当钻石一样卖 到银行更妙 歹脱不抢钱 保险柜一打开 全部都是洋葱 回到现实生活里 这个疫情夯到连广播节目都在讨论 扣印根本接不完 真的不夸张 印度一年消耗的洋葱量可是五千万吨 问题是农业大国的印度 怎么会供不应求 CNN记者曾经到惨地 政府把一切原因怪给老天 就是下雨 但真的如此吗 这下洋葱的珍贵都能和政治扯上边 地方官员会送洋葱给选民 拉拢民心巩固票员 而中央大选历史上就不止一次发生 控制不了洋葱价格的政党 因此下台 这一次的总理大选 早就出现了这样的声音 这是守不住的还有GDP 2013年最后一季成长不到百分之五 这毫无疑问成了竞争者 也就是代表最大在野党出征的莫迪 最有力的武器 打出经济牌 这或许也是莫迪的强项之一 出生一个小商贩家庭的莫迪 小时候就跟随父亲在镇里的火车在卖茶 2011年他回到家乡 古吉拉特邦担任首席部长 大力发展经济 引进像是塔塔汽车这样的大厂牌 让古吉拉特邦被称作是印度的广东 而他的招商触角也一度升到台湾 称了少数访台的印度官员 但这一期间 莫迪却也留下了他政治上的一大污点 2002年在古吉拉特邦 发生一场印度教与穆斯林的冲突 造成上千人死伤 外界归咎是身为印度教徒的莫迪处理不当 2007年一次访问 被尊位这一事件的莫迪还当场翻脸 强势的作风 让莫迪也被冠上了强人政权的标签 但无论如何 他已经成功从地方走向中央 5月20号 他也以准总理的身份进入国会殿堂 这一刻他感性了起来 在外头把身段放低亲吻了台阶 谈话时还一反硬汉形象 一度哽咽落泪 印度政坛变天 民众用选票迎来了莫迪时代 而这个创造无数记录的新总理 确定将在5月26号宣布就职 未来五年 他将把印度带到何种高度 能否再显奇迹 恐怕是印度人民最深的期待